高雄人可能发了什么神经才觉得他韩国语做的不好才罢免他嘛 啊你们没事有事又讲到韩国语呢 他们就是不要韩国语的做法嘛 啊你现在已经当高雄市长了 人家咨询你的话你就要去处理嘛 怎么还有讲到以前的事情呢 好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黄姐甩锅 韩国语都是他的错了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想说陈其迈跟黄姐 你们我想说你们已经长大了 毕竟你们已经一个是抢人家的市长 啊另外一个是被罢免不成功嘛 然后就留下来的一个 狱毒 哦没有留下来的一个 就是没有人关注的一个意愿 我想说就没什么版面了嘛 可是想不到下一次版面出来 还是韩国语还是提到韩国语 我们昨天要的立即处义 完全是在自打脸 黄姐火力全开 炮轰国民党咨询前 不做功课 许可证是在韩国语的任内发放的 在去年发放之后 还一次展演了四年 蓝银炒的就是要求新达燃眉机组年底厨艺 但是最近一次许可证 也就是韩国语市长任内发放的 蓝银怒呛别只会甩锅给前炒 强调当初韩国语是有条件展颜 得停机减眉 停机减眉有没有听到 有条件的展颜要停机减眉 到底现在是谁在执政啊 讲没两句就韩国语韩国语 你们是很想念韩国语是不是啊 你们讲了好像说韩国语以前做的东西 你们现在都不能改的意思吗 你们当然说 因为签订了怎样不能改吗 你都不能去调解一下吗 而且中央还是你们的人 你们都不能去调解一下 而且如果真的要每次都听韩国语的 韩国语以前怎样怎样 那韩国语那时候说不要盖轻轨 你们把人家罢免下来的时候 你们不是马上就盖轻轨了吗 啊讲的好像都是韩国语害的 都韩国语做的啦 韩国语都做下去 所以我们都不能改 所以我们要继续吸空气啊 所以都韩国语害的 啊所以轻轨韩国语说不要盖的时候 你们有乖乖听韩国语的话吗 不是马上就盖了吗 把这病病蹦蹦哦 那些美术馆那些人在抗议贴白布条 还不是照样盖下去 不要讲啊 我们像你们是很乖啊 不好都是韩国语害的 啊韩国语说高雄不要再负债了 那结果你们有没有不要负债啊 你们还继续负债耶 而且你还破了成局的记录耶 短短几个月又负债了95亿 增加95亿耶 不要搞得好像韩国语做的事 你们都不能改变 你们是罢免掉他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改好不好 你们上面人下面人 都是你们的人 多数也是你们 啊韩国语说货要出去人要进来 啊现在呢 结果现在出租满街挂满满 哦还有押韵耶 哈哈哈哈 因为老大有先打出来 老大是一个 有做功课的直播主 好对不对 所以讲来讲去你们这两位 韩其脉跟那个黄姐啦 你们真的是没有韩国语不能活耶 高雄人可能发了什么神经 才觉得他韩国语做的不好 才罢免他嘛 啊你们没事有事又讲到韩国语呢 他们就是不要韩国语的做法嘛 啊你现在已经当高雄市长了 人家咨询你的话 你就要去处理嘛 怎么还有讲到以前的事情呢 就像有一个人离职了 老板觉得这个不好吗 不管那个老板是不是疯了 还是中邪了 还是什么 被蛊惑了 老板觉得这个员工不好 就把这个员工 fire掉 fire掉请来一个员工说 好现在换你做 全权做主 你现在当市长不是全权做主吗 哎我们要要求怎么样 要求怎么样 你要求东西 之前那个上班被老板fire掉 他以前是这样做的 你觉得老板会高兴吗 老板就是那些中邪的高雄选民 不是吗 对啊高雄选民就是中邪 才会觉得说 那个之前那不好 啊要选你的 啊选你的 做的时候 你三番两次就讲到韩国语 空气污染啊 我们要叫我们的那个议员去代表 去跟你们讲一下 要求说两年后 停掉那个 老旧的那个 蓝莓机场 之前那个 那个做的啦 之前那个做的 好啦 反正就这样子啊 真的 我只能说 没有韩国语你们 真的是 没办法获啦